老兄弟们 这是一本丽皮花山 这是一个镜台庙题 地垒 有一本蓝书 丽皮调杀兄弟们 祝你好运 老王得到高人指点 化身打书大神 突然变得异常自信 各种打书随便接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八技能全红的出其不义 加虚拟的突然选要是八个W以上 打成了八个W 老板 问题是这个宝宝坑书太多 很难打成 老板选个大法 不建议选泰山 出其不义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背包已经安排好大法 见过我打成一个隐身的 出其不义虚迷零鸟人的视频吗 见过我合作15技能 出其不义加虚迷1.275 创造零鸟人的视频吗 没见过就正好 今天给你们来一把现场直播 王哥突如其来的自信 让兄弟们感到陌生 一本掉吸收 不 洛言直接掉了 这么舒服吗 好棒 真厉害 我来 我们看一下 这只宝宝需要打移植加经济法报 我觉得打经济法报会一致的成功率非常高 再生会跟啊 再生 虚迷甲位 进 进击法报 让他们立正 兄弟们 王哥这个分析等于完全没有分析 我说的啊 进击法报给我立正 漏进击法报再生给我掉 不是跳 怎么样 漏了进击法报 再生直接掉 不是跳 没事 出其不义虚迷都在啊 一摩心 摩心能用 现在来本 法波不敢打 我觉得打一致吧 老板 老板他们说能用了 你告诉我几红黑人 公平一说能用了 我有点慌 这 现在就是一个胚子钱啊 你这人有点疑惹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打任务的那种是吧 之前给你打成过一个 我知道这只宝宝上面那只之音 我看见了 你要是任务的话 我就不给你打那个一致了 要是准备长久的话 往pk的方向打就给你打一致 任务的话就给你打一个法波法报啊 然后你带个高米炮 老板老板先先集中注意力跟我沟通一下 你要啥你告诉我 你打4到5 我后面不能轻易的打出了 打的不是规定有用啊 我告诉你什么不容易覆盖虚迷啊 这个再生和虚迷是假位的 后排的高尘跟慧根是冲突的啊 其实慧根有机会 前台的法报可能会推掉他 法波还行啊 法波还可以 法波比法报强 来 法波 摩西音别掉啊 双吸收掉了一个啊 再生 然后底下啊 还是刚才那4个技能 今天王哥的运气还是可以的 目前没有循环一本 又掉了一本 现在能打的书呢 是高神啊 高神的话是嘴汇根 现在可以卖多少 老板我不知道现在的价格 就是我觉得吧 要不然你就往任务高敏来打 要不然就一致虚迷往下收 你打着半辣客机子 谁卖他也是胚子呀 说的是 这个 出其不意不养成的 兄弟们啊 慧根和高神冲突去了前排 意味着什么呢啊 意味着出其不意还在啊 慧根还在 虚迷还在 这样的话循环的是一本法波 再补法波啊 再掉另外的一个吸收 这只是换个套装而已 法波套更贵 这本高神打的就是反向的 这次轮到会跟跳啊 看吸收和再生 吸收掉了啊 这次的法波终于干掉那个吸收 好 老板 这样的话怎么说 好了 兄弟们 这是一本丽皮华山 这是一个静台妙题 地垒 有一本蓝书 丽皮钓杀兄弟们 我改个名字 改的无常打这只啊 万一打错呢 是无童赔钱 提之不提之 无童打这只啊 无童对不对 给我扣个6 这种资源最有意思了 准看运气 必须得谨小慎微啊 直接上丽皮不要名词了 兄弟们 兄弟们 掉 掉 掉 会跟 前排上 地皮上来 下一个不敢看 下一个有可能直接是会跟 下一个应该招架 招架 招架 应该是会跟掉了 兄弟们啊 第四个应该是招架 会跟掉了 镜台也在 老板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啊 壁垒加高神 兄弟们 现在是会跟和招架 选一 会跟招架 选一 老板 这运气太好了吧 这运气太好了吧 掉招架可以改名字套的 兄弟们 如果掉会跟王哥真是扬眉吐气了 我们不必要 这太牛逼了吧 剧本 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呀 给十一技能精彩妙题打成石虹一栏 上丽皮掉第一集会跟带名词套 完美技能 抓紧时间把名字改一下 不是不同打电视 改成老王私品 这大哥翻了一番啊 兄弟们